寒假新提案 来去住YH 跟外国人当朋友 出国旅行时 不想住旅馆 民宿 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YH 现在婷婷曾在学生时期 代表台湾青年之家协会 出任观光大使的赖亚婷 怎么说 其实我一直以来 都是蛮喜欢住青年旅社的感觉 像我之前去中国13个城市 然后都是去搜寻当地 有哪里有青年旅社 然后我特别去住青年旅社 那是因为我觉得 旅游的过程当中 住的地方不是只是睡觉而已 我希望可以透过住的地方 可以交到各地的朋友 然后特别我喜欢住那种上下铺 那种有宿舍的感觉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交仪厅的空间 让我觉得 我在这边可以用电脑 然后还可以认识新的朋友 然后看一下观察别的 国家的语言是怎么样 我觉得Main Room的一个好处 就是它常常会办活动 像是它会办那一种去茶园观光旅游 然后它也会请到那一种旅游中的音乐家 来这边做一些表演 然后让我觉得旅游已经不只是旅游了 同时它也是交朋友 而且也是一种欣赏艺术的感觉